我在新疆的草原上交到一个新朋友 他带我去看了一处全新疆最美的风景 那天在那拉提 看到一群男人在套马 原来真的有套马的汉子啊 我们正看得入神 有一个小姑娘向我们走过来 你想看小娘吗 想啊 过来 我可以进吗 可以 然后他就这样开心的 一跳一跳的帮我们带进了他的家里 赶上孤儿邦节 全家人都在 刚才套马的汉子也回来了 那就没有办法区分 是自己家的马 还是别人家的马 我们自己家的 那那些也是你们家的 那这些 我现在看到的全是你们家的吗 全是你们家的 新疆的大爷和南方的大爷不一样 表达欢迎的方式果然很银河 喝酒 我 我喝不了 这个 谢谢谢谢我喝不了 我以为是小孩子不懂事 才会带陌生人回家 不是 怎么成年人和老年人也这么热情啊 小女孩给我们拿水果 女孩的妈妈给我们拿羊肉 当然以前不吃羊肉的 但来到这吃的特别香 听说景区里一切都是收费的 我们在这又是吃又是喝又是拍照的 我已经准备好他们一会儿向我掏出收款马了 但是到最后也没有 原来我被当成了朋友 而不是客人 刷到不少差评 说新疆旅游坑 我想坑人的可能是某些商家 但绝对不是真正的新疆老百姓 我不信这样美丽的地方 孕育出这样一群淳朴的人 会坑我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这里的人就是干净 可能小姑娘的裤子有点脏 但是她有最干净的笑容和最干净的心灵 可惜过了几分钟她就忘了 我刚才教你的羊怎么说 乌云压上要下雨了 我们离开前小姑娘又跑过来塞给我们一块羊肉 走远了还追出来道别 我们从祖国的最东边到最西边 竟然在距离我家四千多公里的地方 有一群和我不同民族 不同语言 不同宗教信仰的同胞 让我感觉到了和家一样的温暖 好美啊 好可爱 你也很可爱 最后我们也没去那个那拉提网红桥拍照 因为最美的风景已经被我找到了 新疆最美的就是新疆人 你叫什么名字 武克兰 抖音 暐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